澳门首富一代赌王何鸿燊 站在前泉之巅 声色名利响尽 可谓是功成名就的商人典范 然而呢 风光的背后危机暗涌 何鸿燊曾经至少遭遇三次绑架惊魂 要么凭过人胆识翻转局面 要么有贵人相助划险为宜 也真的是命大福大 有趣的是 第一次绑何鸿燊的居然是他自己的保镖 威胁不给五十万就私票 一高人大胆 何鸿燊凭借着强大的谈判能力 砍到十万轻松获释 另外呢 何鸿燊还曾经成为了世纪大盗张子强的绑架目标 好在阿塞尔提前获得了情报 通知了何鸿燊 何鸿燊迅速加强安保 张子强无从下手只能作罢 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何鸿燊在1995年经历的那一次绑架危机 彼时赌权利一纷争烈火烹油 幕后人联手黑道 不仅要绑架何鸿燊勒索十亿 还要做掉正怀着小儿子的四态 对方箭在弦上 一出即发 而何鸿燊还忙在鼓里 一切都绕不开利益的争夺 一切又要从十年前的一场艳遇说起 1982年 21岁的广州姑娘小林来到了澳门 改名为梁安琪 成为了一名月薪七百的舞蹈老师 梁安琪13岁跳芭蕾 之前是广州某机关的专业舞蹈演员 而且面容较好 青春靓丽 可是这个漂亮的大陆妹 再好家生活的并不容易 除了教舞蹈之外 还要打三份工才勉强维生 就这样坚持过了四年 机缘巧合之下 梁安琪认识了何鸿燊的嫂子 何鸿展妻子丁玉珠 丁玉珠牵线梁老师与何老板一起参加舞会 热情活泼明眸善来的梁老师 一下子便吸住了何老板的目光 何老板情不自禁地邀请梁老师共舞 赌王宝到不老 潇洒优雅 梁老师身姿卓越 舞步偏仙 两个人配合默契 婉然惊同育女 何老板梁老师一股定情 成为了何老板的秘密女友 此后呢 梁老师为何老板生而育女 不过呢 何老板只承认对方的女友身份 一直没能够转正成为太太 这也不难理解 豪门本就是是非之地 何鸿生身为奥语掌门人 豪将赌业扛把子 家大业大富可敌国 己房太太子女 早就为了赌王的资产划分 真的是不可开交 与包妹十姑娘也是恩怨不断 关起门来内斗 可不是一般的激烈 虽然梁老师深受宠爱 何老板也不敢贸然地 把梁老师推向前台 与一般的小女子不同 梁老师可是很有事业心 已经开始接管赌场生意 让其他三房早有非议 此外可靠消息传出 梁老师又怀上了小儿子 赌王的身体 几王都很清楚 外界盛传 做的是试管婴儿 忍不住有人说 梁老师这个蛋糕 切得有点过分 一场梦多 有人已经坐不住了 相互上发出悬赏令 出价一千万 要埋起老四 老四不是别人 就是被坊坚称之为 四胎的梁老师 发起人行踪鬼秘 委托帮派头目大老梁 梁作大理人 招募到了贼王叶季欢 张子强的得力助手 陈志浩 叶季欢是名镇中港两地的江阳巨道 曾经主导 湘江多起 金航表航大吉案 行动生猛彪悍 狂妄非常 陈志浩是绑架李泽聚 郭炳香两岸的第二被告 是张子强集团的 头马核心人物 更是外界谈之色变的亡命汉匪 对于叶季欢和陈志浩来说 一千万当然是满足不了他的胃口 便将绑架 恒鸿燊也纳入了计划 解决老四 同时绑架何老板 往后找何老板 军师 苏树辉 勒索十亿 老司机 叶季欢 陈志浩很快便将一切安排 妥当 万事俱备 只能立下 因为事关重大 何老板怎么说也是 好像的扛顶级任务 大老梁便在事前 找一位关系不错的香港老板商谈 香港老板一听直摇头 不行 肯定不行 大老梁说 主意已定 开工没有回头见 此刻 十万火急 何老板未在旦夕 好在香港老板 与内地驻港机构关系密切 直接承报京城 某高级部门领导贾局长 贾局长一个电话打到澳门 让何鸿燊立即北上面谈 接到领导密电 何老板不敢怠慢 推掉手中会议直飞京城 有人马上就要对你下手 你现在处境危险 贾局长刚说完 何老板吓得是面如土色 贾局长拍拍何老板的肩膀 没事 你放心回去 这边的事情我来解决 我们绝对不允许有人 把澳门搞得是乌烟瘴气 有了贾局长给了定心丸 何老板顿时 登时振作了起来 但是有一点 千万不要报复 何老板临走 贾局长又叮嘱了一句 回到豪江 除了加强安保之外 何鸿燊还跟香港老板 大老梁一起坐到了一块 社交礼仪都是场面肉滑 大家密谈还是喜欢直来直去 香港老板说 老四做的有点过分了 每一房都有权力 为后代争取多一点吗 大老梁说道 虽然是江湖人士 我们无异于谁结仇 无非就是为了一碗饭吃 西间何老板点头致意 表示理解一番风筋云变缓 解于公筹交错之间 酒足饭饱之后 又是予过天晴风渴日暖 此后年近七旬的何鸿燊 重新将赌场管理权 收回自己的手中 并将旗下的一间东方卫视 交给了大老梁所经营 请不吝点赞 订阅